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也爱漂亮 跟你说他想要去打耳洞或刺青 有什么更好的沟通方式呢 首先不管要在身上刺一个洞 或是刺一个图案 安全健康还是最重要 所以在选择刺青 或者是选择打耳洞的场域 至少我们知道 那个器具要卫生 一次性使用 要消毒 当然还有他有没有能力 事后去照顾 我举打耳洞为例 如果说事后照顾不佳 结果再怎么漂亮耳洞 最后又化膿 还要做一些简单的手术 然后最后又愈合 这不是白疼一场 还暴露在感染的风险当中 所以这一切的考量 可以先跟孩子沟通 不过在安全卫生的前提之下 我想爱美是人的天性 如果你的孩子 已经进入快要到青春期了 理性看待这些 他想要把自己身体 做一些漂亮的改变 这样的沟通方式 会比直接了当说 不行 不准 或者是情绪勒索 来得更恰当一点 你的孩子也愿意 在沟通当中认同 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安全 或者是比较适当的时机 来做一些身体的改变 好